YO 大家!我现在人在韩国的首尔 今天我非常期待 因为我等下会跟一位韩国的朋友见面 我们一起去打卡在韩国秋季限定的景点 如果你也一样很好奇我们今天的行程的话 一定要继续往下看哦! YOU 大家!我现在见到我韩国的朋友了! Hello!中午! 你好! 好久不见! 中午我们现在去哪里呢? 我们去首尔大公园 哇!很期待哦! 可是现在外面下雨了! 希望等下一切胜利 我们等下来在首尔大公园见吧! 哦!我们直达了首尔大公园 我们今天来首尔大公园是要为了赏风的 现在才十月初感觉 风叶还有影星叶都还没完全变色 希望待会坐空中缆车时会看到美景 可是现在就下雨了 怎么办? 就是这个Sky Link 就是我们可以搭这个空中缆车 就像这样 首尔大公园呢 是韩国具有代表性的一座综合主题性的公园 因为它里面有动物园啊 植物园啊 然后一些设施 然后是赏风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其实现在好像很太早 可能要到十月底到十月头的时候 是上风最佳的期间 现在呢我们在一家咖啡厅里面 想说喝个饮料 随便登雨天 哇 准备出发了 这里没有那么快 对 等一下就很高了 哇 恐高的人可能会有点快 耶 我们上来了 不过很可惜啊 没有什么枫叶还有影星 今天为什么会有一个 风格 所以那边是 游乐园 有游乐设施 听得到吗 那些人在玩游乐设施的在尖叫 因为今天是那个 韩国的韩文日嘛 所以 来到这种景点啊 一定会非常多的游客 乘搭这种空中缆车的话呢 就可以好好的 赏风夜 推荐给大家 只是我们现在来的太早了 在10月头 还没有枫叶可以观察 有点可惜 如果不选择做空中缆车的话 就是可以从这边走着上去 你看缆车可以直接到 这边下面的话 看像是植物园 这里1984年就开园了 然后 地面占绩共是913万的平方米 是好像是韩国最大的公园 我们快要抵达了 然后可以到 下面四处逛逛拍照 这是动物园的路口 要另外买门票才能上去的 就是继续搭第二趟的缆车上山 才能抵达这个动物园 因为我们没有看动物 所以就不上去了 都不要搭缆车 或走路也可以搭这个大象车上来 我们花了2000块一个人 进来这边看 食物 我先进来看到的是 玫瑰花园 这些树上的苹果 吃了会不会中毒 哇 这边这样看 很美耶 就是坐在这边很舒服 会有疗愈的感觉 这里沿着湖边这样走 然后一整排是这样 然后阳光终于出来了 好美 我们准备回去了 然后太阳也出来了 风景很棒耶 推荐大家就是 十月底十夜头来 那就可以看到满山的封面 或者是移星 厚厚晃晃的才很美 然后这个空中蓝侧呢 它是好像有季节性的 就是三五嘛 九月还有十月 十一月这样才会有运行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的时间表 哇 这边你看 超美的 哇 风景很好 我们正出发要去吃午餐 然后路上看到南山塔 耶 我们到了 我们今天要来吃的午餐 就是在这个马场洞市 才来吃 韩牛 我们进来了马场洞 这里超多间的 要怎么挑呢 哇 有各式各样的韩牛 不同的等级 就是这里有分不同等级的 一家家 一家 然后挑好了可以上二楼去吃 老板 老板推荐两个人的话 吃五百到六百克的分量 左右 这个鸡肉 吃五百克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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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五百克的分量 吃五百克的分量 挑好了要的牛肉之后 它会带你去二楼享用 这里 哇 好多人 对 这是我们点的肉 有各种不同的部位 哇 然后要十万六千 九百二十小菜 小菜 我在这边用的话 要六千块一个人 可以在这边点菜 点菜 哦 麵拿什么的 所以才要mix sauce 哦 这自己挑 哇哦 太熟了 不吃不吃 我看他看个push了 对啊 不要看他看个push了 对啊 好 好 很浪 哈哈哈哈 还有一点文化 是吗 哦 一年辛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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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有哦 那你卡是对的 因为我 我卡的花可能就 哇哦 快要 烤开了 哇 开始烤肉了 有劳了中午 中午说 在韩国一个文化就是 年纪比较轻的 就负责烤肉 哈哈 对 哇 你看这个肉 烤的 又肥 又猪蜥的感觉 哈哈哈哈哈哈 哇 你看 这肉又肥 又猪蜥的感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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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一點脆冷的嗎? 是有點脆冷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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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分感覺比較乾一點 脆脆的好像比較會好吃一點 脆脆的好像比較會好吃一點 我們現在去哪裡? 我們現在去哪裡? 天空公園 天空公園 我們要爬上山 努力 快點 今天要開始爬很多層的樓梯 才能到達 祝我們好運 現在我們爬街地已經一小段不分了 然後 就有點 這個後面背後的風景還不錯吧 然後那邊還有漢漿 然後我們現在還要繼續往上爬 然後我們現在還要繼續往上爬 還有很遠喔 哇 這人潮 還真的不少耶 繼續上坡才能上到那個山上 哇 經過了大概二十分鐘的爬賽之後 我們到了哈根公園 天空花園 天空花園 天空花園呢 要來的話可以坐在下午十點左右 因為這邊熟了在秋天 它的夜晚比較快 太陽就會下山 要坐在那個傍晚時間來拍芒草的話 會特別的美 哇 眼前一大片的那個芒草 還有人 很多人 那這邊有很多條道路 我們就隨便選了一條覺得比較少人的 進去找一個拍照大坎的店 你看一大片的芒草 再搭配這陽光 美 因為這裡實在是太大了 然後可以拿免費的地圖 看一看想去哪裡 現在一個大片的芒草 阿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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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上來的時候還看到 這個叫漢漿的風景 超多人的這邊 大家看看這個天空公園呢 在首爾的話 是每10月跟11月的時候是忘記 芒草才會開一大片喔 就要趁這個時候來 從來沒有想過這麼多人會來這邊看草和跟草拍照 打卡 我是說芒草啦 現在明明是秋天 但是走久了 還是覺得很熱 來個冰刺一下 還不錯 原來前面這一大片就是Cosmos 現在我們走很久都被找到 問了Information Center 終於找到了 隱藏在這個正中間 這邊還可以休息的地方 美耶還有夕陽之下 已經關完了那個天空花園 現在要去吃晚餐 然後西洋正美 搭配漢漿的風景 你要去吃晚餐 這些都是在外邏這兒 感覺到外景 會不會再次就是 開花園 台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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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湊